嫂子 对不起你 她不是眼 她不是东西 她这么漂亮 这是尼秋第二次被险些冒犯 第一次是在一辆拉货的火车上 那时的尼秋刚于劈腿丈夫离了婚 找不到人帮忙的她 只能带着双胞胎女儿藏进拉货的火车上 想去北京搏一搏生路 结果路上被包工头大枪撞见了 大枪一见尼秋就春心懵懂 言语蛊惑或者拥有利诱 各种花招频出 想骗尼秋的身子 但都没有得逞 火车到站后大家就个笨东西 尼秋带着双胞胎女儿去投奔亲戚花姐 花姐是个开流动售货车的 住在废弃的垃圾厂里面 花姐知道北漂实在是不容易 就劝尼秋晚两天就回去吧 谁知尼秋为了坚定在北京大聘的一年 托福成州的江房地全卖了 这可把花姐下了一大跳 给了尼秋一些钱 让尼秋赶紧回乡下吧 我不是来要签的 任凭尼秋好说歹说 花姐是一个字都不愿意听进去 花姐知道在这里活下去 要吃太多太多的苦 她的付出不是常人能想象的 而且北京这地方 百万元的付出 也不见得能有一块钱的回报 所以她还是无情地拒绝了尼秋留下来 没办法 尼秋只能自己去找工作 她去人才市场招聘 正好遇见招小公的大强 她费力地挤到前面 大强一看这是冤家路窄啊 最终尼秋靠着脸书混了一个小公位置 随后一车人浩浩荡荡地挤入一间破旧的医院 大家争先恐后 生怕落下了自己 他们都是来为工作检查身体的 但实际上是组织抽血卖钱 只是这一切都被包公头糊弄过去了 在大家踊跃检查身体时 大强跟在老板屁股后面 要求他把上次承包的工钱结算一下 可老板就是不给钱 这是一个护士喊着尼秋 大强还以为是喊他 因为大强的外号也叫尼秋 可这时尼秋突然也喊了一声道 大强才发现尼秋也叫尼秋啊 抽完血后 大家得到了一顿免费的无餐 有人回过神来 怀疑医院是想拿他们的血卖钱 身旁的人会硬说卖就卖吧 反正血在身上也不值钱 能换顿免费的无餐也值了 此时大强正在对尼秋一阵巴结 说他们都是孤身在外不容易 平时可以搭个伙 等过年回家就一拍两散 他们都不说出去 家里没有人会知道的 尼秋回他一句不知廉耻 他准备换一个地方找工作 大强也不自讨没趣地准备离开 不料他刚要走 尼秋又拉住他了 大强喜出望外 以为他愿意了 不料尼秋啥话不说 脱下外套就要去找茅房 原来他那急症愁没人看管孩子 就正好让大强帮忙了 等他上完厕所回来 尼秋看见大强在马路对面招呼他 可是尼秋也明白他的意思 就迟疑着站着路边 最终在后面的一群人的起哄下 尼秋还是坐着车跟着大强去了工地 他们的工作是维修故宫 尼秋拼命地干货 和一帮男人在工地干着最苦最累的货 到了饭点吃饭就和抢钱一样 然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吃下 尼秋抱着抢来的馒头 赶紧给两个孩子送去 因为没有地方住 尼秋违背工地规定 把孩子藏在了工地的一个废弃的小屋 女人为母则杠 孩子吃着馒头像糖葫芦一样 而他则得着肚子继续干活 大强看着尼秋在眼前跑来跑去 不禁有些动容 对尼秋也收起卑鄙的想法 用等价的目光去看待尼秋 在工地的日子虽然苦 但尼秋还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 直到这一天 尼秋刚抢完饭准备拿给孩子 却突然听见孩子的哭声 他转头一看 孩子所在的小房正被吊车吊在空中 他想都没想就直接爬了上去 吊车摇摇晃晃的 好几次险些要把尼秋甩下来 可听着孩子哭喊的声音 尼秋紧紧扣住木板 可就在要抓住孩子手的一刹那 小房子突然坠落地面 一瞬间扬起隆隆百炎 好在他们三个名打 一点事情都没有 可大强却发了一个大火 尼秋自己着死想被开除 干嘛拉自己下水 暴怒的大强无论孩子如何哭求 都要把尼秋他们赶出去 大强起初以为尼秋是来求情的 便故意躲着尼秋 直到尼秋吵得大家都睡不着时 大强才肯出来见面 当知道尼秋找他是因为女儿高烧不退 想找他要一点火车上狂吹的神药时 大强立马带着药去看孩子 等孩子服完药以后 大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让尼秋收拾东西回工地吧 为了给尼秋减轻负担 可以方便地照顾孩子 大强就让尼秋去打扫卫生 尼秋很轻快 一天到晚都在拖地工作 可就这样好好的拖地也有无望之灾 尼秋突然遭到了一个小伙子的骚扰 那个小伙子从后面死死地抱住尼秋 像是八百年没见过女人一样 尼秋怎么掰都掰不开她 大伙看见后都看热闹一样盯着她们 给尼秋又羞又闹 终于费了半天井才把她甩在地上 弄骂小伙子不要脸 大强德之后立马就报警了 可是警察过来后 尼秋又说没有这回事 让警察还是回去吧 尼秋是觉得小伙子毕竟还年轻 不能把前途给断了 当小伙子知道尼秋没有告她时 感恩戴德的跪谢尼秋不告她 弄骂自己不是人 尼秋让她长点教训 以后好好的做人 小伙子表示自己一定好好的做人 可她最终还是被大强报警抓了 大强认为小伙子会影响女工人 这不是尼秋一个人的问题 就把小伙子给送进去了 出了这档子事情 工地是带不下去了 大强就给尼秋介绍一个保姆的工作 雇主谢小姐是个讲究的人家 玲玲总总讲了几十条规矩 尼秋听着她讲各种要求 头皮一阵发麻 不料谢小姐又对她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希望你求能让老爷子快乐 你求不知道怎么让老爷子快乐 就跟逗孩子一样逗她 可是谢小姐看见后却只是轻蔑的一笑 你求没办法了 只能把双胞胎女儿一起带来哄老爷子 死期僵致的人最渴望着气了 老爷子被你求他们哄得很高兴 可是谢小姐看见是老爷子没笑 又把你求一阵臭骂 我是把你低估了是不是 你真的好有创意 你把这儿当动员还是儿童乐园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爸爸是个精神境界很高的人 不秀你这种低层次的斗乐 谢小姐说什么也要辞退你求 无论你求母女如何解释和恳求 还好关键时刻 老爷子的一个笑容 拯救了你求 也把你求拉入深渊 从那天起 谢小姐对你求的要求更加苛刻 居然要求你求边干活边唱歌 唱出火力唱出喜悦 只要你求高兴了 老爷子也会跟着高兴 这让你求一阵头大 谁家干活累的说话都没有力气了 还要精神唱出火力唱出喜悦 但老板已经发话了 你求只能皮笑若不笑地伺候谢小姐 工作了没几天 大强突然找上门来 询问你求是不是把双胞胎女儿带来 你求表示没有啊 两人才意识到双胞胎女儿走兜了 大强让你求不要着急 先保住手里的工作 他去找双胞胎女儿 可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不着急 你求急忙和大强四处寻找 此时双胞胎正在被无良奸商哄骗 帮忙买盗版光碟 卖盗版碟已经就算是违法了 我就不追究你们什么 居然卖的黄碟不黄 这就是假货知道吗 做生意一定要有成绩 黄蝶不黄 你当黄蝶卖我干什么 你求看见女儿正在被欺负 想也不想地闯进人堆里拯救女儿 大强把女儿护在身后 说自己就是孩子的亲爹 有什么事情冲自己来 你求看着大强这么为自己出头 还奋力保护他们母女 他对大强的情感也一滴滴上升 至少不再那么讨厌他了 闲时的时候可以坐在一起聊天了 大强聊着自己的王妻与生活 你求聊着自己的劈腿丈夫与女儿 他们的感情在聊天中一点点前进 渐渐从彼此身上挤去到一些温暖 可这份温暖并不能抵御现实的寒冷 这天老爷子不愿吃饭 谢小姐就让吃饱的你求 在老爷子面前吃包子去吸引他 还要吃得有声有色 让老爷子感受到快乐 你求不敢违抗 一边给老爷子说自己最大的梦想 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上肉包子 一边拼了命的试镜吃 吃得胃都快撑爆了 你求眼泪忍不住地流下来 他想家了 这是老爷子仿佛挥过神一般 你求什么都能解决 居然提出让你求跟老爷子睡一个床 伺候老爷子的安全和企业 这不是扯淡吗 你求和谢小姐谈判半天 也只同意待在同一个房间 你求回到工地去找大强 却看见一帮人在追着他打 大强没有要来供钱 自然也就没法给大伙发钱 可是这些农民出来打工 哪个不是家里即等着用钱 你求赶紧把他们拉开 发誓这笔钱他们一定会还 大强不还就自己还 随后你求就去找老板要钱 可这个老板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宁愿拿着钱糊吃海盒 也不愿给工人们发工钱 甚至还在厕所把你求打了一顿 眼看要钱无望了 你求就准备收拾东西去打工还债 大强以为他是想掏债 说你求和他是不谋而合 谁知你求对他一阵狠皮 说他跟那些资本家老板一样不是人 你能你能你能的恨哪 你要钱你 你要钱你啊 钱哪 咱是个仨 咱都是个你求 咱连名都叫个你求 是咱咱咱咱牌仨呀 你怎么把他当个财 他自己不能不当个财了 你怎么也是一样 最终你求连夜收拾行李离开 决定一起去打工还债 他们一起去投奔花姐的接住几天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同时天涯沦落人 花姐没有拒绝地收留了他们 在废弃小屋的日子里 虽然各种麻烦是需要解决 但总算有点过日子的味道了 你求他们的感情也在急速前进 在大强失业的日子里 你求的保姆工作是唯一经纪来源 但赶了没几天 老爷子就走了 你求也就因此失业了 葬礼上 你求的好哭声极其亮眼 老爷子的最后的时光里 是你求一个人掏心掏肺的照顾 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感情 便忍不住哭了 谢小姐看见后还以为是额钱了 说工资已经结清了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求的 强行把你求赶出葬里 还好大强来接你求回家时 那宽大的后备 给予你求些许温暖 他们发誓一定要赚够钱 回乡下建个大房子 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家 之后在花姐的介绍下 你求他们找到一个修下水道的工作 这里又脏又丑 这大强干得也不易乐乎 两个月的时间 两人在这愁呼呼的下水道里 感情越发弄甜 大强认为自己除了债务一无所有 可你求还是跟了他 或许这就是爱情与幸福 但幸福都是短暂的 悲剧却是一生的 花姐被一个小他二十岁的男人骗了财 心灰意冷之下准备返回家乡 而他的房子因为是垃圾区废弃小屋 被强拆了 你求他们一时间无处可去 当你求带着孩子去找一个新房子时 大强和工人下情遭遇坍塌事故 虽然救护车这些来得及时 但大强看自己没有大伤势 便不顾身体地去照顾断手断脚的工人 还帮忙献血 等忙完时 大强只感觉自己头脑昏昏沉沉 想吃一粒自带的红药片缓解一下 却也来不及地昏睡在躺椅上 当你求得到信后 也赶紧带着孩子赶到了医院 看着睡得昏昏沉沉的大强 你求没去叫醒他 而是一直安静地陪在边上 医院里无数人来来往往 却没有一个人察觉大强的异常 或许是大强没有资格被他们放在眼里吧 大强错过强就时间地走了 手中的药片洒落一地 你求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你快见了 你这个夜是话不散说 你不是先领着暗散 快见了 见了咋会见了 不管你求怎么哭喊 大强都在也不会回应他了 大强工伤死在了医院 你求在还完了所有的欠账之后 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这座伤心的城市 因为这里没有她的根 电影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的低层生活 他们抱着憧憬来到大城市 却过得居屋定所 工程款被拖欠 人家怎么说也不愿意给 自己又没法要回的悲凉 遇上的雇主不良心 犹豫就迫 只能委屈成寿 落脚之处无比简陋 大家弱弱相邦 挤在一起寄取温暖 仿佛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过年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车站 看到提着大包小包要回家的农民工 他们的脸上竟是要看到家人的喜悦 却从来没有人想过